怎么有人抢过贼呢 抢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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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花不器失踪了 失踪了 我们的人一直盯着莫府 看见他从莫府走出来 好像是荷包被人偷了 去追的时候和侍卫走散了 然后就不见人影了 花不器 这可是你自己找死 所有任务全部失败 你还有脸坐在为师的车上 给我下去 绝对不能让师父知道 花不器知道我身上标记的事 要是再出差错 我就再也没有机会 继承明月山庄中处的位子了 好 我喽 于是 掌柜人 我来当东西了 又是你啊 小姑娘 这次我把逃宝带来了 您让我见竹先生了吧 小姑娘 这个东西不值钱的 我不要钱 我是要见竹先生 小姑娘 我告诉过你 这里没有什么竹先生 不可能 我九叔要我拿着这个逃博 来这儿找竹先生 他不会骗我的 求求你要掌柜 这逃博物我都已经拿来了 你就让我见见竹先生吧 我真的有好多事情想知道 求求你了 小姑娘 我真的不知道你九叔是谁 这家当铺 我当家了二十多年 更不知道 什么竹先生 你只是千万留下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吗 姑娘 天不早了 我们要关门了 你有什么事 下次问清楚了再来 可是九叔已经不在了 我已经没有人可以问了 那 那 请吧 小姐 来碗面吧 大叔 阳春面几文钱一碗 五文钱一碗 给我来一碗吧 好嘞 走吧 到时候把这就送到我口上啊 小姐 面来了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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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吃吧 大叔 我没要鸡蛋啊 吃吧 吃完就回家了 天都这么晚了 今天你是最后一个客人 这鸡蛋就剩一个了 吃吧 不跟你要钱了 谢谢大叔 嗨 不客气 谢谢 风冻幽竹 山窗下 这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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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九叔经常教我的话 是 是他写的诗 你怎么会知道 你是谁 姑娘请过过来 姑娘请过过来 我好久没有到花园来走动了 看来父王已经彻底恢复了 以后玉儿没事 就陪父王出来多走走 有消息 不好了 王爷 殿下 不好了 小姐她不见了 你说什么 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之前在街上 小姐她执意要下车换首饰 只是没走两步 小姐便突然大喊 有人偷了她的钱 然后便追出去了 但小姐们跟上之时 小姐她 她 她丢了一大把铜钱 街上捡钱起后的人太多了 把小姐们给拦住了 再然后 小姐就不见了 你确定是小姐撒的铜钱 是 是小姐撒了 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去找 叫府上所有人都出去找 诺 谁也不许去找 玉儿 不计在外面会有危险的 是她自己不想回来 那就永远都不要回来了 去找 诺 诺 老公 那边我都找了 没有找到 给我一条条街 一间间店的搜 一定要把人找到 诺 你就是竹先生吗 我不是竹先生 你可以叫我 朱福 你不是竹先生 那你怎么会知道那首诗 你究竟是谁 在当铺里 为什么不念那首诗 还要把我带到这儿 我是竹先生家的仆人 在当铺之所以不敢相认 是把小姐被人跟踪 小姐 九少爷 真的过世了吗 九少爷 你说的可是我九叔 对 我怎么跟老爷交代 掌柜的 你也别太难过了 也许我九叔 不是你家少爷呢 不能 如果不是少爷 也不可能 谁都那两句是 你也不会跑到当铺 说要找竹先生 九叔让我拿陶伯 去找竹先生 你既然是竹先生家的仆人 能不能告诉我 他到底在哪儿 小姐 陶伯再让我看一看 那 你干什么呀 这是九叔唯一 留给我的东西 你就把它砸烂 那是什么 这是少爷的信物 少爷可以凭这颗黑玄珠 去提起珠府内 所有店铺的现役 至少 至少可以提五百万两 五百万两 我已经找到 进京的门路了 再过两天 我们就可以 搭别人的马车 进景城了 傻丫头 包马车的钱 九叔还是有的 事到如今呢 也该告诉你了 你就不肯用珠子换点银两出来 有了钱 你就不会没钱看大夫 就不会重病缠身 一直躺在铺屋里 书定也就不会被他们发现了 就不会死了 想不到 当年风流替他 一身书卷气的少爷 竟然沦为了乞丐 快点 住手 你能不能告诉我 九叔到底是谁 他为什么要一直带着我逃难呢 九少爷的父亲 就是江南珠府的朱老太爷 江南诸府 和莫府 飞云豹 明月山庄 并立四大商谷世家的江南诸府 没错 就是独扎皇家 私仇茶叶供品生意的江南诸府 你口中的九叔 就是诸府九代单传的少爷 他之所以让你来找竹先生 就是想让朱老太爷照顾你 这 这不可能啊 九叔如果是有钱人家的少爷 怎么会沦落成乞丐呢 那是为了带你 躲避神秘人和七王爷的追捕 但具体是什么原因 我就不太清楚了 躲避七王爷的追捕 七王爷找我 难道不是因为我是他女儿吗 不是 要不然 少爷不会连七王爷都躲 而且一躲就是十几年 小姐 跟我回朱府 朱老太爷会告诉你一切的 我回朱府 若是七王爷找上门来 我不又得回京城 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您不能现在告诉我吗 我知道的真不多 我只知道 少爷年少的时候 跟老爷吵了一家 发誓 不用朱家的钱财也能富甲一方 所以就来到了京城 化名朱华 大家只知道 京城有一个朱华 并不知道 他就是朱家的少爷 他在带着小姐逃难前反复强调过 也绝对不能让七王爷知道 他是朱家少爷的这个消息 所以七王爷也不知道 少爷的真实身份 还有这种事 朱福 我是从王府里逃出来的 七王爷现在肯定派人满城找我 你很难带我走的 而且万一他们跟着我们回到朱府 岂不暴露了九叔的身份 这个小姐可以放心 我们一直盼着小姐跟少爷能够回来 同时也害怕你们被七王爷和神秘人装 所以 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假死药 假死药 没错 这种药 可以让人的心条脉搏都停止 不能听不能言 故事暂时不通 就像死人一样 这么厉害啊 所以一旦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死了 我就可以跟着你顺利逃到朱府了 小姐 你先回王府等我 我回到朱府拿了假死药 就来接你 好 过去 我 crabs 就来配号 aina 羽毛 你去救人 好 警察 快走 把他们给我围起来 这一次别让他们跑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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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走 柳德小姐 乖乖随我去王府 向王爷认罪 或许 我可以饶你一命 走吗 少爷 我去 抓了几个 其余得全死了 全部给我带回王府 去禀告王爷 我看看他们这次 要如何解释 刺杀不弃的事情 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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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已经离他们很远了 他们一直半会儿追不上来 你的伤 李一哥大哥 你的伤 先上去再说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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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过打过 没关系 我只是有点脱离了 你挺住 我找个地方帮你处理伤害 我们要歇息的地方了 你坚持住 就快到了 坚持住 你先走吧 不用管我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管你 林医科大哥 林医科大哥 您忍着点 忍着点啊 我 林医科大哥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到底是谁 为何我每次遇到危险的时候 你都会出现在我身边 看来连一课大哥 不喜欢被人看清相貌 连一课大哥 我不能光守在这儿 我去给你找点吃的 你好好休息 对不住了 我是不得已才偷的 这些作为赔偿应该够了 不认为赔偿应该够了 为什么会这么烫 为什么会这么烫 这傻丫头 怎么会穿着这么湿的衣服 我等的模样好不迹象 用皮肤感受你的留下 你竟然能做到带走阳光 我以为她跟随过了 我像风一样 你靠近云斗下降 你卷起千层海浪 我多也不多往里闯 你不就像风月亮 侵略是傻傻作响 再宣布回复晴朗 就好像我们两个没爱过一样 曲折的夕阳负责各当 让委屈的感官无法释放 最近我的伤口没伸张 也一个大哥 你就知道 你不会认下我不困了 自从上次 你要我好好待着默 你也就没什么可骄傲的 和风一样 你离开不声不响 我喜欢这种收场 看上去谁也不曾亏欠过 离房 渝朗 谁 若是要找花不起 就随我来 他发烧了耽误不得 带他去看病吧 连一课 我福音宝欠你一个人情 不期 好好做你的孟夫小姐 关心你的人很多 不用来找我 你突然闯进来告诉我 你就是连一课 可是把我吓了一跳 你我从小一块长大 我竟不知江湖中神秘的连一课 会是你 你若没有受剑伤的话 恐怕也不会来找我帮忙吧 王府中人多嘴杂 要是我会府中治伤 难免会惹来一些麻烦 你这伤口谁爆炸的 连雨血都没清理干净 我必须把里边血挤出一部分来 才能给你上药啊 好 来吧 你干嘛呀 你不是说你平时是个粗人吗 怎么 动起手来跟个大姑娘秀花一样 快快 我这不是估计你千金之躯 怕你吃不消吗 好心当驴肝肺呢 一个小小的健身让你这么瘦软 你平生之愿不是投金报国战场杀敌吗 我怕你真的到了战场上 你连刀都举不起来 好 这是你说的啊 别叫 别叫 你要不然咬块毛巾 非非 我快点 我跟你说啊 虽然我调走了小厮 你若叫出声来 依然会惊动府里的人 你真的不需要 你确定你要冲硬汉 非以为只有见非话多 没想到 你比他扶上的辽哥还罪随 是八哥 哎 想你风华雪月飞檐走壁当大侠的时候 多快活呀 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 我们三个人一起说联谊课 你是怎么说的 你说他算什么独行侠呀 没准是个淫贼呢 哎 你忙我们忙得可真好啊 我用林医科的身份 只是想 可以不避讳自己是个世子 行动更方便一些 至于你们 我根本不想连累你们 连累我们 行 别叫 这大侠呀 还真不是人人都可以当的 行 好了 给 擦擦汗吧 自己擦 我自己擦 你还真说对了 少爷玩呀 连鸡都没杀过 上战场 看见开疼破肚 没准还真会惹了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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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儿 王爷 这是怎么了 为何派这么多人 围着明月山庄 柳青吾呢 他早晨 说是替妾身 去西夏方买现做的糕点 现在还没有回来 不过快了 恐怕 他再也不敢回来了 莫公子此言何意 刘明月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指使你的女儿 刺杀我莫府的二小姐 好在停用我莫府 救回了不弃 可惜为了有青吾逃走了 我特意请王爷过来 主持公道 王爷 这不可能 青吾自小 性格乖巧 怎么可能杀人 把人带上来 刘明月 好好看看 这些是不是都是你明月山庄的人呐 现在花不器还在昏迷当中 等他醒了 就是人证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明月想与王爷 单独谈谈 王爷 切莫孤身犯险 此事事关重大 往下 简能与王爷一人说 嗯 都退下 诺 说吧 王爷恕罪 此事切身毫不知情 定是小女轻无擅作主张 等我找到小女 一定压制王府 任由王爷处置 你以为这么做 就可以把事情 对得一干二净吗 妾身不敢 明月只求王爷明察求好 妾身愿意 立刻带王爷去见薛妃 你这是在威胁本王吗 我现在对薛妃能做的 只有照顾好她的女儿 以为她在天之灵 可可可可 你竟然胆大妄为地 自杀不弃 你要是没有其他要说的 就等着在天牢里边度过余生吧 王爷可知碧罗天欲言 行了 剑妃说过 自杞王妃事后 谁也看不透你 不过今天你来找我帮忙 你还是很信任我的对不对 你笑什么 你是因为看见我现在这狼狈样 你很得意是吧 对 你现在真的特别可笑 不过我话说回来 这件事让剑妃知道吗 不 我的意思就是 多一个人帮你 剑妃是要走仕途的人 将来也是皇上的人 以他的才华 就算现在进世 没准还能混上一个辅佐太子的位置 他满腹经纶 心愿就是 有朝一日能够登朝拜相 我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情 牵连到他 如果剑妃也拿你当朋友的话 也不怕被你牵连 我知道 但是父王留在京城 完全是出于皇上对太后的孝心 甚至同情 万一哪一天 皇上的眼里容不下附我 弃王府和剑妃 比则牵连太深也不太好 我就不能入朝为官了 你就不怕和我牵连 虽然现在我只是一个小小的护卫副统领的先知 可是没准以后我还是一个手握兵权的大将军呢 你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一起和皇子们读书的情节 当然记得啊 那时候我们三个人要好 剑妃呢 懂事儿 顾及皇子多一些 不像我 傻得很 也不像你 成天堂王 皇上见先生责罚你 总是护着你 让你免于责罚 哎呀 闲散王爷 闲散世子 我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满腹精卵 皇上巴不得我一世无耻成为一个废人 那你这一生功夫是跟谁学的呀 习武健身是皇上应许的 而且 我还跟大内侍卫学过 我父王掌岗官库这么多年 多少也在江湖上认识一些江湖高手啊 自然而然我武功就好了 可皇上和七万爷万万没想到 他们居然培养出来一个联谊课 我告诉你啊 这事可千万被传出去 传出去对王府不好 我这次来找你 虽是寻事相逼 但其实我也是利用了你 有你陪着我 我这和连一刻不重结的身份 就有人证了 哎 你 行行行行 我知道了 先把药酒喝了 你放心 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我心里清楚 我早就派人去王府送信了 说你昨晚在我这儿饮酒 不过话有说回来 关于那个私生女 你到底是讨厌她还是不讨厌她 为什么昨晚你发火说谁都不要去找她 你自己去化身灵衣课去找她 说实话 身为世子 我确实很讨厌她 她竟然敢利用我母妃的忌日 说服我让她回莫府 让她进王府 我已经觉得很对不起母妃了 她竟然还敢利用我 我怎么能不发火 可你冒着 林依可的身份被暴露的危险 你为了救她身不重伤 由此可见 你很在乎她的安危对不对 不对 对不对你自己知道 我梦见你好几回了 连一课大哥 我好喜欢你 你能不能嫁给你 不妻 我不能让你再进王府了 我怕你早晚有一天会发现我连一课的身份 那时候 你我该如何面对呢 王爷 本王已经查清楚 明月山庄与此事没有关系 王爷 若不是有明月之事 他们怎么敢刺杀郡主啊 还请王爷三思啊 一神 这事儿就到此为止了 不妻不是还昏迷在你府上吗 御医说不能轻易移动 以免受风 那就等她痊愈了以后 你亲自给我送回来 诺 不妻 醒了 表哥 不记醒了 不记 你还好吧 大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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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莲依克大哥呢 父亲 是莲依克救了你 若不是他的指点 我们也找不到你 父亲 你 和莲依克是什么关系啊 为什么他三番五次地救你 我也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是莲依克 每次他都是突然出现 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 那没事了 你好好休息啊 父亲妹妹该喝药了 四小姐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药林庄出事 我和大哥 现在暂时居住在莫府 药林庄出事了 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怎么样了 父亲和祖母都去世了 药林庄也 也没了 不过 莫大哥说会帮我们 所以会越来越好的 这 义父和老夫人都去世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母亲妹妹 你先休息吧 等你好了我再慢慢告诉你 哦 这 云彪哥 莲依克有没有说什么啊 这 他倒是没说什么 不过 好像他是受伤了 严重吗 这个 我倒是没有怎么注意啊 不行 莲依克既然能救你 说明他行动自如 你不用太担心了 你现在最重要的 就是好好休息 等王府的人来接你就好了 那我们先走了 大哥 我 稍糊涂的时候 没说什么红话吧